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教我们有能力 辨别善悟 佛法教学目标有三个层次 我们在讲经当中也常常提起 第一个阶段是教人断卧修身 第二个阶段是教人破迷开悟 第三个阶段是转返成圣 那么它的根本在现前我们第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对于善悟都不能认识 悟怎么能断 善怎么能修 所以有能力辨别清楚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这就是佛家讲的开悟了 真正的开悟了 可是这两个字实实在在不容易搞清楚 我们要不在这项下功夫 佛法修学 第一个目标 我们就很难达到 第一个目标达到才决定不读三我道 那么这两个字如何辨别呢 这一本书里头就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从原理原则上来说 他把善悟这两方面说尽 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了 真的搞明白了 我们一定能修真正的善行 这修真实的善行 我们眼前的古报一定是无比的殊胜 了凡私讯 书跟落远带都很多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看 仔细去听听 你就能了 听了之后 有没有能力 认识 真假 其正是非呢 恐怕还是很难 可见的这个不容易啊 叫你念念这些 你可以能够解体 如果真的 我们是修善 能够古部殊胜 不可死 心地清净 没有烦恼 真的是长生智慧 不大佛法 因为世间法的成就 都要评论 所以古时候啊 我们儒家道家的教学 跟佛法没有两样啊 都是要求的 开智慧啊 不是学一个死在板的东西 它是要吸发学生的智慧 这个才是教学真正的目标 那么唯有智慧才能够辨别真假 辨别学真 辨别是非 辨别善无 辨别厉害 古书念读 大乘经念多了 不但可以修正自己的毛病 我们毛病的根本 妄想分别之主 这是我们的病根啊 我们也要从根本修 从根本修 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断掉 念佛人二六十钟呢 就抱住一字符号 南无阿弥陀佛 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了 同时我们也能够观察一切 观察一切思 不会被人色欺骗了 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呢 我们常讲啊 听骗不听劝 劝他没用不相信 骗他很管用 你骗就不得骗说 为什么他听骗呢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阵亡 没有能力辨别邪阵 没有能力辨别善悟 不要自己以为我急功累的做了多少善事 说不定你所做的都是三徒之一 你出钱出力干什么 搞三徒去吧 不但在佛法上你没有份 世间法的三善道都没有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可怜不可怜 所以佛法最起码的利益 就是叫我们有能力辨别真假 有能力辨别邪阵是非 这一点好处就非常难得 基督人所说的一切法 解释佛法要懂得他的身意 佛告诉我们 对我们眼前有力 将来没有力 这不是真的力 对我们眼前没有力 对将来有大力 这个是力 如果对于现在将来都有利益 那这是最圆满最殊胜的利益 没有智慧见不到啊 所以说没有智慧的人呢 只看眼前的利益了 明天有没有利益 明年有没有利益 他见不到 学佛最重要的 开智慧 要开智慧呢 我们常说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说的更明显一点呢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益 放下贪嗔痴慢 我们智慧才能开 才有入门的机会 那取得了入门的条件 只要有这些东西在 把门给堵塞 挡住了 想入也入不进去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戒定会先把智慧摆在前面 然后再讲戒 为什么呢 没有智慧的人 不会持戒的 真正扛发心持戒 持戒就是断卧修善 是要有智慧的 是要有佛报啊 没有佛会的人 怎么会修真正的善意 怎么能够真正的说断卧修善 由此可持修善不简单 不容易 地球要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佛会双修 我们修佛会的方法就是念佛 幸运持名 佛会都在其中 这一句名号里面 具足了圆满的佛报 圆满的智慧 佛会双修 足四大德教导我们 一生修行 吉善 吉功雷德 都不要去向佛 把佛报通通留到最后的向佛 这个是真正有智慧 最后灵命中时 欲知识之 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 都不要去向佛报